哇 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明 你走去說2011年犯了規 你自己又要用這個規矩去拿 哇 很辛苦啊 看這件事 睡不著覺 但是我真的很生氣很生氣 就是把這件事這樣寫法 我不知道是他們分析錯還是 有什麼什麼 醫生特連署對墓地門的部分處理手法 投訴人歐女士就有氣難評 她直言身為法律界人士 令她最不滿的是聯署 模糊了這次投訴的焦點 指她在2007年 引用明知以違規的墓穴審批內部規章 為親人申請永久墓地 歐女士強調 她向聯署舉報提到 墓地門事件是因為 懷疑負責審批的官員有私心 令她的申請得不到公平處理 行政法務司 一向都說不批 她告訴我 什麼理據呢 她有沒有理由 問她才知道 她說不會批 她告訴我 不會批 你那十個墓地 你不要碰 你不要說 因為是合法的 歐女士強調 她按照民署的現行規定 依法申請墓地 但有關文件一直得不到公平處理 交到負責審批的行政長官手中 對於聯署的調查報告 歐女士認為至少可以讓外界了解 有部門真的抵觸了回歸法 她也不怕引起的先人大波 會令她受到影響 後果呢 一定有 是獎不是罰 令到聯署通知查到這麽大件事 這個叫做給她們一個經驗教訓 不是什麽沉底 澳亞衛視綜合報導